大家好,我是Stan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 让韩国网友们 让我非常傻眼的 待机司机委屈事件 2022年3月10号 晚上11点35分 代价司机栽着40多岁的男性客人A某 与40多岁的女性客人B某 到达了一家饭店的地下停车场 而上车前说会用现金付款的A某 突然说没有现金 想要用网银来转账 顺便说一下 代价费用是韩币2万块 所以司机就告诉了自己的银行账号 但是可能刚好碰上了网银维修时间 无法会款 所以客人A某就对司机说了 先给你名片 明天再给你汇款 但是司机拒绝后说 可以汇款到我另外一个账号 告知了自己的另外一个银行账号 但是A某突然不高兴了 18仔子不要把人当成乞丐 请不要骂人 是你做错了 让客人不高兴你就是个猴子 请不要这么说 然后客人汇款 代价司机下车准备要离开的时候 一只忍气吞声的代价司机 终于忍不出也骂出来了 听到司机骂脏话后 A某就向前打了司机 然后女性客人B某也打了司机 司机倒在地上了 对了 这一切都是代价司机身上的body cam拍下来的 然后司机真的报警了 在司机报警之后 这位女性客人突然开始自己用头撞墙 哦没了が没了が 哦哦 之后女性客人B某也是一直说着 这里没有监视器后自己撞墙 开始踢打他们自己的车 但是整个过程都被司机的body cam拍下来了 五分钟后警察到达了现场 司机将所有过程以及拍下来的事情都告诉了警察 但是在警察询问客人们的时候 女性客人B某却非常傻眼的说了 是司机推我 我的头撞在老公的车上 导致车辆以及我的手机也破损了 并且还在警察面前表演了自己被打的样子 最后也拜托警察要好好调查 目前这个事件正在警方调查当中 哇神经病真的太多了 疯的真的必须要有body cam 这世界疯子太多了 都是一样的人 只因为是代价司机就狗眼看人低 真的很遗憾 拜托绝对不要和解 一定要实行正义 心疼也想哭 我的老公之前也做过代价 虽然没有说 但是应该也遭遇过很多次这种事情吧 晚上11点35分 40多岁的男女喝完酒 叫代价司机去了饭店 警察询问的时候 女的先说是恋人 男的慌张的说是夫妇 到底是什么关系呢 这种人为了社会 也要公开长相才可以 这世界自以为是的疯子 真的是太多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爱豆们的直派事故 YKE YES 我家圈肯定的 我今天就要吃了 出家 放前一趟 爸爸先下来 ,就放下 不一對 把肌肉的肌肉放下 defense下,打下 我要下了 不待我不能拿 в手 再露一下 偷偷人 偷偷人 要小心 我最想要 不要 不要 我一直到這裡 我一直到這裡 你怎麼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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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我看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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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很多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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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我們下支影片 再見 拜拜